大家好,我是全神朔,今年我齐歲了 這裡是我的家鄉長白山 這裡空氣很好,有天池,樹影,還有很多的小動物 冬天的時候長白山就剩一座群山 遊客更多更熱鬧 對了,不知道你們聽沒聽過群公移山的故事 在長白山上也有一家群公,就是我們家 但是我們不移山,只保護山 故事要從我太爺爺那時候說起 這個照片裡的帥小伙就是我的太爺爺朽餅 爺爺,你還記得那時候的事嗎 當然了,六十年前了 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剛剛成立 以太爺爺想因國家號召舉家搬到這裡 成了第一代保護人 那時候啊,鄰居沒有路 更沒有交通工具 他每天呢,徒步在山裡巡迴三五十公里 可真是練就了提交版活地圖 雖然辛苦,還是天天練到一定要保護好這片神山勝水 爺爺,你是保護什麼的羊? 爺爺更喜歡這大山裡的動物,這麼多精靈 他需要認真研究和保護 爺爺從22歲,研究到現在 又著急,又急不得 你看,就像這中華丘莎鴉 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物種之一 全球年不到三千隻 也發現越來越多的中華丘莎鴉會來這裡生活 我們搭建了好多人工廠房 讓他們更好的繁殖 長白山是火山噴發形成的地貌 河流切割形成各種景觀 野生動物多的地方,景色也美 我們要眼光長遠 要合理開發 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爺爺,是不是你退休了 還回去工作 所以說,其他人才叫你鱼工 保護長白山可不是一代人就能夠完成了 爺爺還繼續工作 就是要把更多經驗總結出來 留給後人 如果說我爺爺是動物的保護長 那我爸爸就是森林的保護長 我爸叫朴光熙 他是一名防火隊員 我的日常工作是巡護和打火 要走遍所負責的每個區域 每天要走十多公里 只有這樣才能把火災隱患降到最低 在機制發現火情的時候確保打小打早打了 聽起來跟太爺爺很像 但是我爸爸可是有高科技的 現在鐵板加高科技了 通訊設備,定位系統好多 現在我們方便到哪呢 我這個手手機如果我認為我丟失了 我只要扣下箭了 我呼叫一下我的指揮中心 底下就定位你在什麼地方 雖然有一海的神器 但是有些動物很兇猛 我爸爸也是無能為意 在山裡的野生動物攻擊性的動物也多 越完裡頭走的黑熊特別多 黑熊過道的時候 它是有專門的路線的 我們跟它打了個迎頭 是特別危險的 它要是想攻擊你的話 我們就沒有跑 但是我們不怕危險,不怕辛苦 就為了子孫後代 我們要精心地保護這片林子 這就是我太爺爺、爺爺和爸爸的故事 他們是長白山上的漁工 也是我吸引的英雄 文字文字符 我們請看 一邊 你首先要看 一邊 被拒絕